看到黑色奔驰拦在了路中间 宝马车于是向左边道 想绕过奔驰车 没想到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奔驰车突然向后倒车 撞向宝马车 宝马车明显被撞到了 按理说 奔驰车要对这次碰撞负全责 奇怪的是 宝马车居然没有停车报警 来处理事故 相反 他却像自己肇事了一样 准备离开现场 更奇怪的是 奔驰车却好像不愿意让宝马车离开 他开始向左打方向 逼得宝马车在马路中间是团团转 这两辆车就像是在街头跳华尔兹一样 不停地转圈 附近的车辆看到这个景象也是纷纷地避让 这时宝马车看到了一个机会 准备借机脱身 没想到奔驰突然加速倒车 一屁股撞了上来 被撞后的宝马车也不甘示弱 他调转方向猛地撞上了奔驰的车头 紧接着趁对方还没来得及反击 宝马又一脚油门倒退着撞向奔驰车 看起来这奔驰车的司机是非常的恼怒 他猛加油门奋力地撞到宝马车的右侧 宝马车这下是彻底动弹不得了 奔驰车司机这时冲出车来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头发稀少的中年人 他手持一条皮带开始追赶宝马车司机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没想到这宝马车司机飞快地逃走了 看了这段视频 交警们也糊涂了 这两辆车的司机是不是有事